香港反送中運動屢屢發生 中共五星旗被毀事件 7月21號 有示威者向香港中聯辦大門上的國徽 丟置雞蛋和墨水 8月3號的望角遊行中 示威者降下尖沙嘴海港城旗竿上的五星旗丟入海中 9月1號 民眾燒毀東湧游泳池的五星旗 9月21號 屯門工會堂的五星旗也被燒毀 9月22號 香港反送中示威者在多區進行示威活動 在沙田城市廣場的集會上 有民眾將工會堂外的五星旗扯下 放在商場地上工人排隊踐踏 之後又放入垃圾桶 丟入城門河中 這是香港示威者首次把中共五星旗視為抗爭目標 五星旗成為反送中運動的抗爭目標 是否反映香港人對當權的不滿 或對中國的認同危機 旅美時視頻論員唐靖遠認為 這不是香港人的認同危機 恰恰是香港人整體逐漸覺醒的開始 說明港人已經普遍開始把中共和中國分開 他們的終極目的是要在香港徹底排除中共政權代表的 這種極權制度的侵蝕 要在香港實現真正意義的兩種制度 保留香港的民主自由 所以港人拋棄了五星旗 它標誌著港人已經從運動初期 那種單一的尋求保留某項人權 轉變為全面的追求整個香港長遠的政治體制的改變 徹底的拒絕紅色滲透與控制 儘管北京當局一再宣傳 大多數沉默的香港市民反對示威者 但《華爾街日報》報導認為 事實上這座城市的大部分居民 正在默默支持和幫助示威活動的繼續發展 香港示威活動能夠持續三個多月 而且沒有平息的跡象 背後原來有一群中年階層的支持者 默默為他們提供需要的物資 包括撤退時需要的運輸車輛、物品、面罩、金錢 甚至法庭的訴訟費用 《華爾街日報》採訪了幾位這樣的支持者 許多人都來自香港的富裕階層 人權保障 他們不能夠允許自己的下一代 跪著生活在紅色恐怖的陰影之中 唐靖遠表示 香港的抗爭已經是一個全民運動 各階層的人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 是一個團結合作的局面 也直接戳破中共所謂外國勢力的謊言 他們儘管由於有一些家庭負擔的原因 不能夠像年輕人一樣衝到抗爭的最前線 但是他們這種強有力的支持 它充分說明港人的抗爭 它並不是像中共官方輿論所散布的那樣 是因為部分年輕人生活艱難 在發洩對社會的不滿 香港前立法會議員梁國雄表示 山崗主權移交到中共政權下 23年的時間 香港人看不到中共的誠意 看不到一國兩制 看不到港人高度自治 更看不到普選 迎面而來的 只有當局一再的打壓 香港人的不滿情緒已經累積到底了 這批中年階層的示威者 組織校車車隊接送示威者的行動 被稱之為放學後接送 父母、孩子等等是他們的暗號 報導還說 這批中年階層的示威隱藏者 各自有自己的群組 他們的共同口號是 你們抗爭並非孤獨